首轮赛事竞争激烈 在台风球场拿过两座冠军的洪玉玲 开球稳定发挥 最后17栋再抓Birdy 将领先幅度扩大 也确立了首轮的领先位置 我觉得国领的草变蛮多的 虽然说速度还是有的 就是我喜欢的速度 但是我觉得今年打起来的草温比较重一点 所以就是要多去注意一下 赛事首日场边出现一位神秘嘉宾 柔道男神惊喜现身 也为同样身为台湾大哥大体育家族的选手们加油打气 过去其实没有尝试过高福球的运动 不过就是还是今天来到台风球场看到选手们打球 就觉得觉得才能尝试一下 对因为看到每个选手打出去的那力量感 就觉得应该很疗愈 对啊因为今天主要是来看 李敏跟那个韦玲的比赛 上个月刚夺下职业生涯手冠的陈凌杰 以地域标准感两感与日本好手刚春优并列第二 明日波斯高球二台将带来现场直播 一同见证今年度最后一位冠军出炉